大家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二 每星期二都有一個嚴正聲明 提醒大家不要被騙徒騙 其實他們仍然有很多事情在做 有懷疑,請打18222,防騙2二線 今天市場跌入板彈的情況 大約有少半的板塊是上升的 上升的板塊裏面有五個最多的板塊 其實都不是升得最多 整個板塊升了1.54度 這只是升了0.4度 都是比較細的板塊 我們看看醫療保健方面 醫療保健方面 醫療保健有個別的 可能有藥的開發等等 所以最近都是這樣做的 亦因為其他的大隻股票 是受到壓 那些錢就可以炒一些細小的東西 還有家庭人工人護理 這些升了77% 不過買了又怎樣呢 都是2毛錢 就算升100% 都是給你賺了2毛錢 那沒有了 這些情況之中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中標珠寶 中標珠寶 就是有個別的 比較大一點的 其他都是小的 例如老鋪黃金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聽都沒有聽過 也未必這麼容易買得到 然後還有工商和專業服務 這些都是當其他的市場 不動的時候 他們會有資金流入 運輸是另計的 運輸一直都在比較上面 是做得比較好 因為中國國內的製造業 但是現在還在有運營期間 好了 然後再到這裡 就去到這麼多 我們看看板塊方面 板塊方面 看到騰訊這些是下跌 阿里巴巴升下跌 中國移動又下跌少少 油度上升少少 美團上升少少 盈富基金上升少少 匯豬是升少少 匯豬是升少少 比阿里巴巴跌少少 平安是升少少 建設銀行升少少 銀行升少少 銀行升少少少 我們看看這個是市場 在這點裡面來說 我們要看一點 就是這裡這個 是在陰陽中型態上 就是十字星 這個十字星 如果下面有隻腳頂著 有個好處 就像這樣 頂著它有個好處 那麼 現在這裡 最主要就是它 如果能夠頂到之後 繼續攀上 攀上 攀上 這個就好了 無論怎樣也好 一定要上得到 這波力加通道的中軸 才是好的 中軸那裡大致上 就是174 如果能夠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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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就好了 就像這裡這樣 可以這樣好 當然 要配合 暫時 要看 都是一個反彈的趨勢 大約在這半程度 170之下 我們來看看 能否升穿170 170這裡 是一個主要的阻力圍 可以這樣看 這裡 這裡到了 升穿這裡 才有些世界 第一次是中國生物製藥 第一次是中國生物製藥 第一次是中國生物製藥